嗨 汐蕊 听手新歌 今天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歌曲 Leona的赞美明天 前几天才听过Leona的 活着就很了不起了 和这首乡村风满满的赞美明天相比 反差真大呀 如果用天气去比喻这两首歌的话 活着就很了不起了 是阴雨绵绵的雨天 而这首赞美明天 则更像是雨过天晴后的一抹彩虹 令人心情愉悦 哎 汐蕊 我给你分享一条网友的留言啊 他说最近诸事不顺 事情经过呢 是这样的 由于前一天晚上赶PPT 只睡了三个小时的他 闹钟响了半天 最终还是起完了 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洗漱之后 吐司机里的面包片糊了都不知道 嘴里一边嚼着发苦的面包片 一边追赶着急吃而过的公交车 结果呢 还是错过了 等到了公司 最终还是迟到 开会的时候 老板就像一只发疯的狮子一样 大声咆哮 见人就咬 他被咬得浑身是伤 倒霉的一天呀 还没结束 快要下班的时候呢 外面又下起了瓢泼大雨 总之 这一整天呀 太不顺了 所以他留言 是要你去给他送雨伞吗 哈哈 这你也知道啊 后来送了吗 后来呢 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 我安慰他 明天会变好的 因为不论何时 雨过总归会天晴的 你需要不停地给自己心理暗示 安慰自己 鼓励自己 不然呀 会活不下去的 我是苏宝君 我是希瑞 希瑞和我每天都会听一首最新的G-pop歌曲 希瑞 咱们明天继续 白了白 白了白